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是追星 但是我想起来差不多十年前的一条新闻 相信很多80后或者90后都知道 有一个名叫杨丽娟的女生 就是当年疯狂地追刘德华的那位粉丝 我想她应该是最典型的 这样沉迷于追星的疯狂粉丝了 那现在十年也过去了 00后都长大了 但是好像沉迷追星这个问题 还是不断地在彰显 有一些孩子甚至是不惜逃课去追 对此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来做一次 还原和呈现你会怎么做 今天的节目我们将设计如下剧情 哇塞 我的小哥哥就是这么帅 我明天一定去这场街 这样我就可以见到一个人了 妈妈 给我钱嘛 我要去见我的小哥哥 要钱又买这些烂片片呀 家里面一堆一堆的 你给我吗 你给不给我吗 你给我 当目睹这样一幕 你会怎么做 本次拍摄地点 是西安的这家 甜品店 我们已经在店内布置好隐藏摄像机 观察 开始 横幅准备好没 一定要把横幅准备好 一定要把横幅准备好 横幅准备好 横幅最重要的 一定要小哥哥看到咱们 一定要去机场街 这次粉丝团的面子就全靠咱们了 这次粉丝团的面子就全靠咱们了 有组织的追星 在青少年中已非常流行 他要看眼上会你知道吗 哎呀 必须去嘛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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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就包到我身上了 我一会儿给我骂药 为了小哥哥这点钱算啥嘛 孩子的追星行为 通常需要父母买单 对此人们会怎么做呢 这个明星要来我要接机呢 怎么又要接机呢 钱这不是什么什么演唱会刚玩吗 哎呀 人家好不容易来一趟的嘛 我跟咱有啥关系嘛 那是我崇拜的小哥哥呀 反正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你就给我钱嘛 这桌顾客 神情不再放松 显然正在关注 你叫妈妈来就是要钱了是不是 你以为呢 他们会怎么做呢 但有些奇怪 女士突然笑了 是在笑什么呢 笑自己或者自己 同伴的曾经啊 哎 你叫孩子干啥呢 放开 哎 我妈妈也说的 我妈不给我钱啊 我以前也追过心 他们就不喜欢粉丝 粉丝卖给她的礼物 你知道吗 卖给她的礼物 她家里都堆不下了 她根本就是在垃圾里面 十几年轻就追过心 原来我们遇到了一位资深粉丝 而接下来就是两代粉丝间的灵魂拷问 我要支持她的事业 但是你花你妈妈的钱 哈哈哈哈 很有道理这句话 阿姨你追的谁 她光神奇啊 那你花多少钱啊 我花多少钱 我那时候几十块钱 我就买个那种小礼物 然后自己买一个小礼物 拼一拼 那种什么拼那种 那就说明你对你小哥哥 爱的不够深啊 也很有道理 我怎么爱的不够深 我觉得我爱的很深啊 她很喜欢 因为我这个 你如果爱的深 你就要为她付出呀 我这个不是付出吗 我问你什么是付出 那我愿意为我小哥哥做任何事情 我学都可以不错 那你可以为她学姐很好吗 而作为追星界的前辈 女士还说出了一个 粉丝不可能拒绝的理由 我现在的明星都喜欢自己粉丝 是一个高质量的粉丝 大家都是理性的追星 然后都是有学历的 有文化的人 那她的形象也会变好 你一味的砸钱 应该说 你这个粉丝没有肚子 只会花钱 跟土豪有什么区别 18岁 这些 70块钱 那现在美国念书回外了 我现在可以花8万块钱 自己赚钱 那就可以了 没问题 这些问题 就做好自己的事情 现在 让我们送上真相和感谢吧 你好 你好 你们好 我们回天内聊一下吧 因为外面也下雨 我们还是很美的 非常地有耐心 我原来就是高中大学那会追过星 所以她问我的时候 我也不是骗她 我是真的就是追过星的 那个时候就是向您追星 您父母会支持吗 他们知道这件事吗 我父母知道我喜欢谁谁谁 我也喜欢周杰伦 对啊 然后我父母都知道的 就是 因为我 我们那时候 没有那么多途径去接触这些明星 然后即使 即使我想我也做不到一些事情 不要欠小朋友 他很多方法去支持自己喜欢的人 所以你们那个时候也是属于有心无力 对啊 有心无力 对 我也理解他们这个年纪 就是追星比较疯狂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一开始也特别 就是忍不住要笑 因为也想到自己以前 嗯 嗯 但是我觉得去跟她去沟通一下 去说一下 希望她以后 就也不要说因为追星 然后影响到自己的学习啊什么 因为那个是 等你回过后来看 你会觉得那个是最重要的 谢谢您 谢谢您 不好意思搭乎你了 谢谢 今天特别的人 然后我们 节目组跟店家 也为您准备了这个 谢谢 对 谢谢您 谢谢您的帮助 谢谢 也很好 谢谢 谢谢 那我们搭乎你了 拜拜 想当年我们都一起疯狂过 哎呦 我以前追张国荣 那真的是 我绝对是那个张国荣铁杆粉丝啊 追到什么程度 倒也没接机去 对 就是喜欢听她的歌而已 对 巧了 我也是张国荣的狂热粉丝 你有多狂热 我买了她每一盘磁带 每一个唱片 看过她每一部电影 她比我舍得花钱 我那时候的磁带 都是导着路别人的 你们两位在说磁带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已经暴露了年龄了 什么叫磁带 什么叫导着路 那像这样的一个时间 这样的一个年龄状态里面 像我们刚刚当然画面呈现的是一个非常特例的 非常过激的行为 那普遍青少年内追星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说实话咱们这个特例确实是比较激烈了 但是普遍的 咱们就说陈老师刚才说的未成年人 咱们就说12岁到18岁之间的吧 真的是去机场接机 真的有 真的有 而且那个站很大比例的 四处打听这个明星 然后他的那个哪一站 回到咱们这个城市 然后四处去打听 有些这个明星的经纪公司 那有粉丝要接机吗 那就告诉人家航班几点几点 明星也需要声势的 前段时间陈老师走在的城市 不就发生这样一件很轰动的明星街机的事件吗 是 据说是一群还是几群狂热的粉丝 在红条机场的通道里边前呼后涌 然后你追我抢 结果就把那个机场的电动走梯的那个扶手 它是玻璃的 然后给挤碎了 幸亏没有发生人的受伤的事件 你看 你看帅不帅 我的爱逗 行行行 帅帅帅 你把心思多花点学习上行不行 你别管我学习嘛 一天就是学习 学习 学习 我家小哥哥微博的数量都下降了 你就想让我家小哥哥的热度全部下降是吧 对于我们的剧情 这几个女生似乎特别敏感 没啥事儿的就赶快回去上学去 把东西装 别动嘛 那你给我钱 要钱干啥呢 看演唱会 街机 不行 我要买第一排的重点走 我要跟小哥哥握手 像你爱我呀 你爱我你肯定会给我花钱呀 我现在爱我小哥哥 我正要给他花钱呀 你爱一个你就要给那个人花钱呢嘛 吐出一口烙血了 一直有所关注的他们 会怎么做呢 你追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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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追的谁 我追韩国了 似乎又碰到了追星族 他们会是什么态度呢 好 看到了 我看看 你这是什么呀 这谁呀 我已经是老阿姨了 这么多你都喜欢 你都喜欢啊 你还挺花心的嘛 你们都是什么 你是花粉还是 是CP粉还是狗粉 我是CF 黄粉 黄粉 好像不是来阻止小演员的 更像是两波粉丝的交流会 还有还有就是前五次的 和这个粉丝中 粉丝十分钟 我现在那么热门 我现在都不注意 我姐姐 你要加入我们粉丝团了 累了累了 我们已经过了那个 过了那个年纪了 我们已经过了那个年纪了 热的眼睛了 同工已经非常的深了 随着粉丝们气氛越来越热烈 我们也越来越好奇 他们对小演员沉迷追星 真的非常支持吗 我以前也有过 我以前就我们跑到 就是香港去看他们的交会 然后就是在香港机场 就是等了一天 一天可能连饭都没吃 就在那等一天 就等就是接他接鸡那样子的 当年是就是韩国鱼团 然后要跑到韩国机场去 一接一送 就太整了 就跟他配好几个站 太累了 都曾经为偶像疯狂过 他们会给小演员怎样的态度呢 那你们支持过追星吗 我觉得追星 因为肯定是明星最优秀 你才会喜欢的 你要是看他优秀一面 我觉得是好的 是应该就是可以追的 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 但是就是你自己 在追星过程 你应该有 有你自己的想法跟理智 你看到他那么优秀 然后你也就是想要 就是向他更靠近一些 然后你也去努力学习这样子 这样是 是一种很好的 是我们以前就是 也经常上网嘛 就看见那一只 每天的快乐圆前嘛 每天的快乐圆前 每天的快乐圆前 不是鬼主吗 最近是鬼主 解释一下 其实这位小朋友呢 跟这位家长 其实是我们的演员 对吧 真的吗 你们是演的呀 你们真的是演的呀 对 来 帮我完成 好 这样就真的挺好的 对 刚才看这个小女孩 我们还以为她是 就是真的就是 就会用一下 这么激进的方式 然后我们就真的 还挺为她担心的 您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 心里想啊 心里想 可以说实话吗 可以 熊孩子 就因为听到 就您之前有追过心 就是跟朋友一块 就是跑到很远的地方 去看演唱会 然后今天就为了 能够早点进演唱会的场所 就是可能就是很早 就是一整天在那排队那样子的 但那个时候 你会觉得是一个 什么样的心态 会支撑的说 你想要去做自己行为 那个时候就是很纯粹的 就是喜欢想看的一个心理 就是 就是感觉身体什么方面 都是一口仙气在吊着 那那个时候 父母会理解 你这种追星的心态 我那个时候 不是 我那个时候都是 偷偷的 偷偷的 就是这个小女孩 跟他妈妈那样就是 其实我是不能很理解的 然后我皮又比较抱娘 因为我当时看到 我就在想这如果是我妈 早就给我一巴掌了 然后我也不觉得追星 是一件完全错误的事情 而是说你喜欢这个明星 你从他身上学到什么 你为什么喜欢他 而不是说是完全 没有理智疯狂去追星 就只为他花钱 然后对你自己来说 什么都没有得到 就说到这个疯狂啊 真的是大数据可以说明 90后追星的比例是30% 00后 这个数字一路 飙升到了70% 就是说追星一族 是越来越白热化 或者越来越年轻化了 梁老师怎么看这个数据 是这样 就是现在可能是 社交媒体比较发达吧 以前有些追星 它只是没表达出来 我认为这个比例 就算有提升 不会有这么大的提升 以前 现在我追星 我有好多方法可以表达 对吧 微信朋友圈 然后微博 对吧 我都可以表达 但是以前我顶多写在日记里 对吗 为什么以前比例不高 我顶多写在日记里 我的日记没人可以看 所以这时候比例 有一个数据上的提升 我真的不认为 这个提升是实实在在的提升 因为现在是这样的 明星本身它是要制造粉丝的 它会用各种方式 有的是假粉丝 有的是雇佣人来扮演的 还有的是引导出来的 我过两天我想去成都看演唱会 成都 你这么小一个人跑成都啊 嗯 上课真的吗 看啥演唱会 哎 你这个你别管嘛 你就光管给我钱就行了 表演才刚开始 他们便开始介入 显然对流行的偶像 并不陌生 但他们关心的 可不是追星的话题 我给同学打个电话 一会儿把钱给我 别动我东西 几位女士立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他不是抱怨他 他没心了 就是 你要首先理解他 他这个行为 如果你总是认为 他这个行为 反正就是不对了 去错了 他一定给你 他一定给你 对 处理完情绪的问题 再谈上 你现在让他去回学校 根本不可能 而且人家说的事情 这都是一个防御的姿态 根本不可能 对于如何跟孩子相处 他们似乎很在行 你要什么温柔而坚定的告诉他 钱我是不会给你的 这个钱我是不会给你的 但是不给你的原因是什么 你要说的有理有理 那么 面对我们的小演员 他们 会怎么做呢 他有个开一角 你可以跟妈妈说 跟我们做方式 他没人坐下嘛 你跟妈妈可以好好说 他不理解我呀 你给他机会让他先了解 是啊 你跟他这样子 这个方式 你觉得妈妈会接受吗 我们要是给你 我们先坐下来 好好说 因为你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我儿子也会喜欢 依旧是在柔声劝慰 但其实 有人已经意识到了更多东西 就在我们让妈妈暂时离场时 你自己好好想想 短发女士也随之起身 女士离开了拍摄区域 她会怎么做呢 与此同时 她的同伴依旧在关注 或许是自己曾经的经历 让女士有了之前的态度 而另一边 我们已经找到了短发女士 楼下在处理问题本质 楼上则在治理问题的表证 你要知道她们三个人的学习特别好 我学习你们好 学习好很方便 但她们也很孝顺很方便 那也挺好 如果你让她们知道 你是这样的方便 妈妈的话 她们肯定不会喜欢你 你要想她们喜欢你 你上面应该跟她们学习 我看过一样一期 因为还有一个就是她的孙女 所以妈妈爸爸她做发展 很孝顺 她这个妈妈娘 你既然那么喜欢她们 那你是不是应该觉得相当地学习 我朋友在帮你再说她 谢谢 今天太感谢你们了 关于青少年追星的讨论 似乎被推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 为什么她们会这么想呢 好 你好 跟你解释一下 其实我们是广东卫视 你会怎么做节目组 然后呢 这两位其实是我们的演员 然后你刚刚真的做得特别的好 特别让我们觉得好感动 然后你也整一个人 特别的细腻 特别的温柔 我可以跟你聊一下吗 好 我们在这边 我现在时候会有点难受 因为我自己也是妈妈 我就是特别看 就是特别看 就是说 我就觉得孩子这个状态 我特别的心疼 然后我妈妈跟她 就在聊着过这个状态 然后她也会 就感觉好像已经很难受了 我就出于当妈妈的角色 我觉得我也应该去能够 能够帮助一些就帮助一些 我也在提醒我自己 我觉得以后我她 就是我的孩子 到底那段时候 我应该怎么做 因为我自己 就是成人吧 我觉得我是大人 你就要听我的 其实不是的 很多时候真的 就要换位置 好换角度 小孩子也是一样啊 对吧 你跟她成为朋友 你老高高在上 她怎么可能去理解你 去听从你的话 不会的 我觉得先成为朋友 然后你跟她什么事情 可以好好跟我谈通 因为我们这一期主题是追星 就成少年追星 对 您支持追星吗 我支持追星 我小时候也喜欢 刘德华 我到现在我很爱她 是因为什么喜欢她 帅 帅 长得很帅 你做过的时候 说比较疯狂的行为 没有 我打小 没有没有 我比较男的小 谢谢 谢谢 大家问您时间了 好 谢谢 好的 我这期间很像 好爽 什么好笑的 这个很可爱 这个很可爱 下节你会怎么做 雷鸣老师分享奇葩追星案例 他追的那个星是谁呢 是钢铁侠 为什么喜欢钢铁侠 我说你能不能在钢铁侠身上 总结出三个 特别牛的地方 然后那个小朋友就跟我说 有钱 气氛却迥然不同 有人甚至悄悄流下了眼泪 要体验大人的感情 就像你觉得看不过体验的一点 那你去看她 那这样点辛苦的生命 再感受 是什么触动了她 她又让小女孩写下了什么 广告之后 观察 继续追星 女儿和妈妈有了冲突 两位演员再次还原这一幕 你就不要去看个啥演唱会 我就要去 怎么了 你赶紧把钱给我吧 给了以后你就走吧 你别烦我了 拿手机干啥 你手机里面不有钱的吗 赶紧转给我 这位女士好像有些不安 是什么触动了她吗 我们让扮演妈妈的演员暂时离开 她 会怎么做呢 这个姿势 女士保持了很久 而就在此时 她的同伴突然开口 你今天不上学吗 还没开学 我不想上学 我就想接我的帅哥 我们小时候也追星的 但是我们上学还是要去上 然后在放假的时候 我们去看演唱会 人家好不容易来自西安 我以前也跟你差不多的 我要什么 我都跟我妈妈喊着来的 然后我妈妈很伤心的 对 她都哭了我都不知道 我爸后来跟我说的 后来我要什么东西 我跟她好好说 我就说我以后会还给你 我以后压岁钱来了还给你 或者说我以后赚钱还给你 或者你给她写一张纸条 你就跟她写 你就说妈妈对不起 你首先要跟她道歉 我的态度太差了 这个姐姐她也是当妈妈的 她对她儿子是很好的 但是她的儿子 如果有无理的要求的话 她还是会打的 原来也是一位妈妈 这或许就是她之前 动容的原因 你要体谅大人的难处 就像你觉得她不够体谅你 那你体谅她 她造成辛苦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讲了大道理后 一个小福利不期而至 跟我来学当时 对 跟你学当时的 对 天不爱的歌 都可以教给她 是 姐姐 那你告诉你也追星 那你原来喜欢的谁 我们喜欢的是唱美声的 你知道那个深入人心吗 不知道 给看 没看 三十六个我都喜欢 气氛逐渐欢乐起来了 但是 还有一项重要任务 没有完成 或者你给她写一张纸条 于是 导演组悄悄送上了纸笔 两位女士招呼小演员到身边去写 我会考到免金前 以后我的所有的押税钱都会让你保管 你说 呃 妈妈对不起 以后我不会再对你发脾气了 以后我拿来的押税钱 会用来还门票的钱 然后我现在会去好好上课 爸爸妈妈这个学期我考了多少名 嗯 然后你奖力给我 对 你也可以这样写 对 你一样 我自己努力 去考到你自己想要的东西 我的学生他也喜欢 很多喜欢 很多的 他说我飞玩军台不架 你这样写肯定会有用 因为我是妈妈 我看了我就会觉得 对 我看了 年轻的方式 对 然后再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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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解释一下 其实这个孩子呢 他其实是我们的演员 我们是广东卫视 你会怎么做节目组的 我原来是这个文化 为什么想着说 我想要让孩子去写这份保证书 因为写了以后 妈妈才知道她的决心 如果不写的话 靠嘴上说的话 那肯定也是没有效果的 自己妈先让她感受到 哎 自己做错了 不一定说 你一定要她怎么样 首先你要让她知道 你做错了 您作为妈妈 如果是您孩子 写了这样一份保证书 您会遵守里面的气 会 绝对会 因为平等的 小孩子有小孩子的想法 大人有小孩大人的想法 我们的需求她做到了 她的需求我们必须满足的 平等等价交换 我是觉得这样子 下两位追星吗 有一些比较疯狂的行为 我最多就是跟他们去学习 比如说我会跟他们 里面的人去上课 因为他们都是美声 而且我们两个从事的 都是声乐和钢琴的教学 我们会提高一下 他们好的我们都会借鉴一下 谢谢你们打扰了 拜拜 原来最后偶遇的是 两位专业人士 两位老师 你觉得刚才处理的方法 觉得怎样 就是我想说一个 平时我工作当中 我的处理方法 就是曾经有过一个 算是追星 但他追的那个星 是个虚拟的星 他追的那个星是谁呢 是钢铁侠 《复仇者联盟》里面 那个钢铁侠 然后后来 因为追钢铁侠 买了很多那个钢铁侠的那个 人偶玩具啊 然后捎带着也就喜欢上 演那个钢铁侠的演员了 那个应该是小 罗伯特唐尼吧 你说你能不能在钢铁侠身上 总结出三个 特别牛的地方 然后那个小朋友就跟我说 有钱 我说这样 你看啊 我也看过 我从钢铁侠身上 也总结出几个亮点 你看你同不同意 我跟他说第一他是学霸 这钢铁侠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个小的核聚变反应堆 割胸口 这是什么什么量级的学霸 然后第二 他有团队精神 他说为什么有团队精神呢 他的父亲被东兵 当时东兵在黑暗组织的操纵之下 杀害了钢铁侠的父亲 为此钢铁侠和美国队长反目 两个团队成员彼此反目 但是到最后 面对灭霸的时候 两个人能够把个人恩怨放下 面对统一的挑战 为了捍卫地球 他有团队精神 然后 我跟他说第三点 他能够为所有人贡献出自己的人生 什么意思 钢铁侠到最后 本来想跟他自己的小辣椒组成家庭 要生孩子了 为了捍卫地球 他奉献了 我说你再去看一遍 你看他身上有没有除了帅厉害 有钱之外的别的亮点 同样是追星啊 对 孩子追的星 爸爸妈妈了解吗 孩子如果追星 对明星身上的亮点 他的判断相对肤浅 你也 你也只能在了解这个明星的基础上 让孩子看得更深刻 但是很多父母不是这样的 很多父母一听孩子追星 你追的谁 我跟他拼了 他不是这样的 追星的那个星 他不是敌人 你怎么去利用他 让你的孩子观感更深刻 这是要做的 哎 s 呀 我 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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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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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